可以把它反映到整个台湾政治 上到总统下到底层的 什么乡民代表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我只是借由一个地方的人物 地方的故事 去反映整个台湾的现况 那你说这些是不是真实的 我现在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 你听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你听到你左边的女士真实的故事 右边真实你女士的真实故事 你把他们两个人的真实故事 合成一个故事 你觉得那是真实的吗 一加一不见的等于